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宏伟 富丽堂皇 周边满布苍翠柏树 尽显天坛的神圣宏伟和庄严肃木 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 它以严谨的规划布局 奇特的建筑结构 规律的建筑装饰 著称于世 不仅在中国建筑史上 占有重要位置 也是世界建筑艺术的珍贵遗产 作为天子向上天祈福的地方 天坛的构造 布局 自然十分讲究 代表了当时中国建筑技术的最高水平 如今 经过六百多年的岁月洗礼 天坛依然熠熠生辉 在天地之间成为奇异规律的存在 它身上折射出的中国智慧 更是让人心生敬意 那么 这座经历过王朝兴衰 见证过古都历史变迁的古代建筑奇迹 究竟是如何修建的 它到底有着怎样独具匠心的设计 在这些高深院墙之内 还在无声诉说着 哪些不为人知的传说与故事呢 湖南大学刘肃教授做客白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中国古建筑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 今天播出系列节目 如国古建筑会说话 第二季 第一季 天坛之奇 敬请关注 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 我给大家讲北京的坛庙建筑 坛庙呢 是一类祭祀的建筑 很多人一说到坛庙 可能就会想到宗教 其实它不是宗教 它本质上是一种感恩和纪念 古代啊 中国人对天地自然 对祖先圣贤 都有一种感恩 那么呢 就以祭祀的形式来表现 所以它跟那个佛教啊 道教啊 基督教啊 那些个宗教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表达的是感恩和纪念 那么 坛庙呢 分为两类 一类呢 是祭祀这个自然神灵的 像天坛 地坛 社祭坛 先龙坛等等 是吧 一类呢 是祭祀人物 祖宗圣贤 像孔子啊 这个官帝啊 说帝王啊 还有老百姓的祖宗 这个家庙祠堂 那么祭祀自然神灵的 这一类的就是坛 祭祀人物的呢 就是庙或者祠 这一类的坛庙建筑呢 非常的重要 它甚至比宫殿都还重要 礼记中间说啊 君子将迎宫室 宗庙为先 纠库为次 居使为后 那就是说呢 君子要建宫殿和住宅和相关的建筑的时候呢 要先建谭庙 就是祭祀祖宗圣贤的谭庙 明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的时候呢 第一件事就是要到太庙去 或者到天坛去祭祀 就是叫做禀告天地祖先 我迁都了 我从南京迁到北京来了 一个皇朝的这个改变 第一件事情也是要禀告天地祖先 像清朝顺治年间进入北京 顺治皇帝第一件事情 就是到天坛去祭祀 然后到太庙去祭祀祀祀祀完了以后 然后再进故宫紫禁城 登基当皇帝 那时候顺治皇帝才六岁嘛 所以这样一来 这个谭庙这类建筑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说别的 就说北京的天坛 北京天坛的这个面积呢 是相当于故宫的将近四倍 三倍多 这个是一个没有实用价值的 平常是不用的 就是皇帝祭天的时候用一下 那么这样一个平常就空着 就派人守着 一年就用了嘛 一两回 这样一个建筑居然 它的占地是故宫的三四倍 你就可见它的重要性 所以呢 这个谭庙这类建筑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类建筑 今天我首先就跟大家 先从天坛开始讲 北京天坛是中国古代 建筑艺术的一个杰作 那么它体现在 建筑的奇特和建筑之美 今天呢 我先跟大家讲 北京天坛建筑之奇 而这个奇又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礼仪规制之奇 一是建筑艺术之奇 讲北京天坛 我们先要讲一下 它的这个位置 按照中国古代的这个阴阳五行的观念 这个天为阳 地为阴 南边为阳 北边为阴 东边为阳 西边为阴 所以呢 这个古代的祭祀呢 它都在这个都城的郊外 所以叫做焦祭 或者叫焦祭 祭祀的祀 那么呢 天坛当然就在南郊 地坛就在北郊 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地图上面 那个两个红圈呢 南边这个就是天坛 北边那个是地坛 那么天坛的建筑 我们前面讲到了 它是祭天的 祭天是国家头等大事 而且呢 祭天是规定只有皇帝才能够祭的 比方说祭地啊 祭这个祖先啊 祭什么的话呢 就是普通的朝廷官员和老百姓都可以祭 但是只有祭天 是必须皇帝亲自祭祀 而且呢 只有皇帝一人才能够祭 别人任何人没有权利祭 当然皇帝要是生病了 或者有特殊的情况 皇帝委派朝廷大臣 或者是这个皇亲贵族 包括自己的家人 这个皇子啊 等等来祭祀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呢 像中国历史上的每朝每代的皇帝 只要他是没有特殊情况 一般都要每年一次在冬至日 亲自到天坛去祭天 像著名的在位时间最长的 清朝的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在位61年 那么前面40年中间的话呢 他几乎是这个每年必祭 当然到后面年龄大了 就有点祭不动了 因为这个祭祀啊 他非常会体力 这个礼仪非常的繁琐 然后像这个最勤政的 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在位60年 只有极个别的情况 他不能够去祭的话 就委派这个皇亲贵旗 或者是这个朝廷大臣来代祭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天坛的祭祀 这是一种国家祭祀 它的意义和性质是政治性的 是代表这个国家 祷告祈求天神的保佑 求得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那么所有的这个祭祀 皇帝的祭祀 一定都是代表国家的 政治性的 社会的这种祭祀 没有皇帝个人的这个事情 不像我们平常到庙里面去拜神 是吧 都有个人的祈求 天坛历史上唯独有一次 一个特别的情况 就是皇帝以个人的名义去祭天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康熙年前 有一次康熙皇帝 他最敬爱的祖母 就是著名的孝庄太皇太后 病危了 简单回顾一下 这个康熙皇帝呢 他是自幼 就是他祖母带大的 所以祖母对他呢 有再造之恩 他有一次小时候得天花 都差点死掉 是这个祖母在他的身边 在他床边守着寸步不离 一口水一口药 给他救活了 所以呢 康熙皇帝对这个祖母呢 是感恩戴德 而且这一辈子特别孝敬 就比自己的父母还要敬重的 就是他的祖母 那么这一次他的祖母 到了晚年病危的时候呢 康熙皇帝悲痛欲绝 那么没办法了 他就想起呢 去祈求天来保佑 那么当时所有的朝廷大臣们 都反对 这个是不对的 不能够这样随便去祭天的 但是康熙皇帝呢 就不顾了 带着一帮王公贵族啊 就从紫禁城 亲自步行到天坛 过去皇帝祭天都步行的 从故宫走到天坛啊 那差不多五公里 那么呢 带着一帮王公贵族 就到天坛去祷告 祈求天神保佑 康熙皇帝就跪在天神排位前 公读祷文 若大树或穷 愿捡成灵 祭征太皇太后数年之寿 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我的祖母的大寿到头了 那么呢 希望天神可以减掉我的一些寿命 然后补给我的祖母 康熙皇帝的这个一片孝心啊 令人动容 当时在场的这个王公贵族们都非常的感动 当然最后是无力回天 孝庄皇太后就去世了 去世以后呢 康熙皇帝守着他祖母的这个灵鹫啊 好哭不止 而且几次呢哭得昏死过去 吐血 一片孝心啊 确实是令人感动 那么就说祭天这一点来说 在天坛 唯独就这一次 皇帝以自己的私事 去求天神 平常都是代表国家的祭祀 在中国古代 祭天的仪式由来已久 面对璀璨的繁星 穿梭的日月 风雨雷电 浩瀚的宇宙 古人觉得 上天是他们崇拜的最高神灵 为表示对上天的敬畏 感谢上天的庇护 历代帝王都要举行祭天活动 因此祭天 也被视为最重要的国家大典 那么 这场祭祀上天的国家大典 都有着哪些礼仪流程 嘉靖皇帝 为什么要对祭天礼仪规制 做出改变 这些改变 对于天坛的建筑格局 产生了怎样独特的影响呢 那么这个祭天的礼仪呢 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 而是随着时代 在不断地变化的 在中国的礼制中间 记载呀 在三皇五帝的年代 就开始祭祀 这个天神 我们今天的考古 发掘的这个资料 可以看到 你像现在图上显示的这个 就是在辽宁 发现的一个六千年前的 红山文化时代的一个祭坛 这显然就是 我们今天的天坛的一个 最初的原始的原形 那就是把这个石块 摆起来 就这么祭祀 最早的祭祀呢 也不是那么的严格 比较大型的 正规的祭祀 开始于秦朝 秦始皇的时候 叫做风扇 风扇是什么呢 风呢 就是在泰山顶上 那时候觉得泰山 是个最高的 最雄伟的山 是吧 接近于天 那么在泰山顶上 住一个坛台 祭天 这就叫做风 在泰山脚下的 一个小山上面呢 找一块地呢 祭地 这就叫做散 秦始皇开始 风扇大典 后来呢 汉朝 魏晋 是吧 一直就这么延续 风扇大典 一直到唐朝开始的话呢 那一种这个 天坛的这个建筑的形制呢 开始慢慢的成形 就是在 国都 黄都的这个南郊 建造天坛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一个 也是一个考古遗址 就是在西安的 一个天坛的遗址 所以我们看到 也是 类似于今天 北京天坛一样 也是层层的这个园台 是吧 从几个方向 有这个踏步上去 是吧 只是那时候 还是比较简陋 不像今天 这么多的这个 很高级这个食材来砌住 是吧 那时候都还比较简单 刚才说到 这个秦始皇开始 封善大典 后来汉武帝啊 各朝各代 都举行这个封善大典 是吧 所谓封善大典 也不是每年都做的 它是必须是什么呢 或者是新王朝的皇帝登基 或者是这个皇朝 进入到鼎盛时代 国泰民安 天下太平的时候 皇帝就举行封善大典 所以呢 他跟后来的天坛祭祀 还不一样 因为他要到 太山去 那去之不容易的 一直到唐代开始呢 就是这种正规的祭天的天坛的仪式 就开始形成了 然后到了唐代一个著名的女皇帝 武则天的时候 她的这个祭祀呢 就进行了一些改变 天坛的祭祀啊 她跟中国的这个阴阳五行的观念有关 是吧 而阴阳五行中间 天为阳 地为阴 是吧 男为阳 女为阴 这个时候出现一位女皇帝 那么这个阴阳的关系就有点不太好处理了 所以呢 武则天就改变了这种理智 就把天地合在一起祭祀 祭天祭地同时就在这个上面一起祭掉了 就不分天地了 阴阳合计 好 武则天制定的这种阴阳合计的理智以后呢 后来的南皇帝 包括像唐明皇啊 等等等等的 就一直还沿用着这种 天地合计的这种制度 后来这个明朝的嘉靖皇帝 再一次改革理智的时候 才把天坛地坛分开 嘉靖皇帝改革理智的原因呢 简单回顾一下 也是由于他的这个特殊的出身 而导致了一系列这个礼仪上的麻烦 明朝的这个皇位的传递啊 叫做呢 护死子继 就是护卿死了 儿子继承 兄中弟继 就是如果没有儿子 就是当兄的皇帝死了 弟弟来继承 就护死子继 兄中弟继 嘉靖皇帝的前任 郑德皇帝呢 他去世的时候呢 没有儿子 也没有弟弟 那就麻烦了 那怎么办呢 就最后就找到他的一个堂弟 就是朱厚冲 后来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当时是封在湖北 作为一个地方的这个王 亲王 那么找到他这个堂弟来继承他的皇位 那么这个关系就有点乱 所以呢 当时这个礼制 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麻烦 之后从湖北赶到北京 继承皇位的时候 我是要从正门 从天安门 武门 这个直接进故宫去 在太和殿里面继位 但是呢 按照过去的这个礼制的话呢 你这个皇子继位呢 先要从东华门进来 在故宫里面住一段时间 然后过继给前任的这个皇帝 做儿子 这个礼制是这么规定的 但是这个诸后冲 他既不是诸后赵 就是郑德皇帝的儿子 也不是他的亲弟弟 那么你说 我不是他的儿子 我怎么能够过继给他当儿子呢 我有父亲的 所以呢 当时这个诸后冲 就跟所有的朝廷大臣 就闹了大矛盾 最后诸后冲就坚持 如果不让我从正门进去 直接到太和殿继位的话 那我不当这个皇帝 那我回湖北去 当然这些个大臣就没办法 就让位了 好 最后他就是从正门进来 直接进去登基 就没有那个作为皇子的 那个过继的那个过程了 当皇帝以后 这后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都遇到麻烦 就是这个礼制的问题 比方说 他自己的父亲 又不是皇帝 那怎么办 能不能够进太庙啊 进这个皇家祭祀的 就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 这是皇帝家的祖庙 是吧 那么他的父亲 不是一代一代传向来的皇帝 没做过皇帝 那他就进不了太庙 是吧 那么他父亲葬的陵墓 有什么样的规制呢 是皇帝的陵墓呢 还是普通的这个朝廷官员的陵墓呢 所以一系列的问题都带来了麻烦 所以这个嘉敬皇帝就下决心 一定要改变这个理智 原来的天地坛 就是天地合计 他把它分为天坛 地坛 然后在东边增加日坛 在西边增加月坛 就今天形成的北京四坛 都是在嘉敬皇帝改革礼制 那一次形成的 那么这个天坛 开始是天地坛 他的这个建筑的形制呢 也是比较特别的 这个就是这个制度之旗 天坛祭天 在数百年间 都是明清王朝最重要的官方祭祀礼制 因此在1911年 辛亥革命彻底结束帝制时代以后 作为封建专制象征的祭天传统 就戛然而止了 然而 1914年冬至 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 竟又在本已荒废的天坛 举行了民国历史上唯一一次 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祭天大典 那么 这次天坛祭天大典的来龙去脉 究竟是怎样的呢 下面呢 我们就要说说 天坛的这个建筑之旗 天坛地坛分开祭祀以后呢 这个建筑 他就要重新做了 因为原来永乐皇帝 从南京迁都北京的时候 见到的是天地坛 天坛地坛合在一起 天地合计 然后还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在明朝之前 中国的这个天坛 所有的坛呢 它是没有建筑的 只有一个坛台 那么到明朝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变化 或者是发展 就在那个坛上面建房子 建造大殿 在明朝的时候呢 叫做这个大寺殿 那么这个大寺殿呢 按照史书记载的话呢 它是一个长方形的殿堂 从这个记载来看 就类似于今天北京故宫的那个太和殿 那么什么时候就变成了这种圆形的呢 又是后来的这个变化 嘉靖皇帝改革礼制以后 就把天地分开来祭祀 于是呢 就在原来的那个天坛的那个合计的时候呢 就在今天那个奇年殿的那个位置 叫天地坛 那么那个一分纪的时候呢 就在奇年殿的南边 就建了今天的那个环球潭 那么就叫天坛 这里就是祭天 再在北交建一个地坛 就祭地 所以今天的这个天坛的这个格局呢 就是嘉靖皇帝那次改革礼制的这个结果 所以改完以后的话呢 这个天坛这个格局呢 就形成了三组 下面最南边的这一组是环球潭 是一个圆形的潭台 没有建筑 它上面一点点那个圆形的庭院 就是黄穹雨 再一组呢 就是后面的那个奇年殿这一组 我们一般老百姓说起天坛 立刻想到的就是这个奇年殿 就是这个三层圆形屋顶的这个奇年殿 当然这个建筑是极其的漂亮 极其的雄伟 它是天坛的代表 当之无愧 但是事实上 这个天坛中间最重要的建筑并不是它 天坛中间最重要的建筑呢 是南边那个刚才我们那个图上看到的那个 南边那个没有建筑的那个潭台 就是最下面这一个 它是最初的原始的潭的形式 潭上面是没有建筑的 那么刚才说那个奇年殿呢 是后来的发展 明朝最初永乐皇帝在这里建天地坛的时候呢 是考虑到如果天气不好 刮风下雨啊 那么也要祭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伤了皇帝的龙体 是吧 所以呢 后来干脆就在那个坛上面就建了一个建筑 就是大寺殿 刚才我们说的 但是它是个方形的殿堂 后来加进皇帝改革以后 在南边建了环球坛 那么就把那个原来的天地坛呢 就改为旗鼓坛 旗鼓坛上面呢 那个建筑的话呢 就改为圆形的 就是今天的奇年殿 这个格局形成以后 我们今天探见的天坛就这个样子了 那么天坛的最后一次祭祀呢 是在1914年 这是民国了 按理来说 清朝被推翻以后 民国改革了这种制度 不是过去的封建制度了 那么是这个共和的制度 那么这样的话呢 皇帝祭天的这个礼仪 当然也就没有了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中有一个插曲呢 就是这个袁世凯复辟 袁世凯复辟的时候呢 他先就要造舆论 什么造舆论呢 以这个祭天 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舆论 过去皇帝登基之前都要祭天 要祷告天地 袁世凯也要这么做 但是他要做的话呢 又怕别人说 甚至怕外国人说 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外国在北京好多的使馆 是吧 袁世凯他为了这个造舆论呢 甚至跟外国人就这么说了 说中国是农业国 是吧 一切都依靠天地 如果不祷告天地 那么呢 这个农业就会不顺 所以呢 必须要祭天 所以就在他登基的前一年 1914年 袁世凯就在北京天坛 举行了一次祭天大典 带领所有的官员 全部穿着传统的服装 在北京天坛 就举行了一场祭天的大典 这也是最后一次 因为在袁世凯 举行了祭天大典的第二年 就正式宣布改中华民国 叫做中华帝国 正式宣布当皇帝 当然他这一宣布 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全国各界都反对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 这个唾骂声中的 当了八十三天的皇帝 然后就一命呜呼 天坛的最后一次祭天仪式 就是这个1914年的 袁世凯这一次祭祀 这以后天坛就再也没有祭祀了 天坛就完成了这个历史的使命 当然今天作为一个人民的这个公园 作为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保留着这是一段中华民族的这个历史 保留着给人参观游览 除了奇特的礼仪规制 建筑造型和结构 天坛严谨的建筑布局 更是堪称古代建筑中的经典 那么这片占地将近三百万平方米的 经典建筑群究竟是如何布局的 在天坛数量众多的建筑中 对于古人来说 祭天时最重要的究竟是哪一座呢 请继续收看 湖南大学刘素教授做客白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如果古建筑会说话 第二季 第一季 天坛之旗 那么刚才说到北京天坛的这个 之旗啊 造型之旗呢 关于它的总体的布局 我还得要说一下 就是北京天坛的布局呢 首先它是要 按照中国古代的哲学 天圆地方 天是圆的 地是方的 所以天坛中间的主要的建筑 都是圆形的 而且呢 最初建天坛的时候呢 它是叫天地坛 所以要体现天 要体现地 所以天坛的总体的这个平面呢 它是一个上面圆下面方 那就上证着天圆地方 所以天坛的这个平面呢 它是这样组成的 而这个天坛的主体的建筑呢 它是外面一道围墙 里面一道围墙 是内外两道墙 所以叫做天地墙 那围墙呢 它并没有处在这个 外围墙的中间 而是偏东 往东边偏了 那么呢 内围墙里面的这个主体建筑的一条中轴线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环球潭 这个黄雄雨 这个青年殿 这一条轴线的话呢 在内围墙中间 它又没处在最中间 它又偏东 那就是离这个西边越离越远 为什么是这样布局呢 为什么不在正中间呢 第一呢 偏东是阳 东边为阳 所以呢 就是要偏阳的方向 另外呢 按照中国的理智中间呢 以左为尊 就是我在这个位置上 我的左手 往左边为尊 所以呢 天坛呢 它的这个中轴线 一再往东边偏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呢 就是呢 皇帝祭天的时候呢 他是从故宫出来 然后沿着这个前门大街 天安门出前门 沿前门大街 到这个天坛 再从西边的门进来 往这边走 就离这个西边的门越离越远 就产生一种呢 灯向天庭的一种遥远感 确实天坛里面骨牌生生啊 松柏树啊 大片大片的 就感觉到 遥望着这个远处的这个天庭啊 很远很远的那种感觉 所以天坛的布局呢 就这么一种需求 为什么它不在中间 就这么一种目的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南边的环球坛 它后面是黄穹雨嘛 说黄穹雨过了以后呢 到那个奇年殿 这个中间呢 有一条很长的这个神道 叫做这个丹壁桥 那么这一条神道三百六十米长 然后它是高出于两边的地面 好几米 是一个缓缓的坡道 第一是这么长 第二呢 就是两边的松柏树 从脚下一直延伸到天边 人在这个上面呢 遥远的看着远处的奇年殿 一组建筑 就像是天宫楼阁 那么人在这个上面走的时候呢 就有一种这个 走向天庭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天坛占地大呀 那个路途遥远啊 也是这个目的 所以这个神道的话呢 我们就注意一下 它又有一个特殊点啊 您看中间一条道 左边一条道 右边一条道 记住啊 我们中国的古建筑中间 讲的左右是什么呢 是以皇帝坐在这个殿堂上面 他的前面 比方说我对着你们 是吧 我的左右 你们对着我之后 正好看着就反过来 所以这个天庭也是这样的 从那边上面看下来 他的左右 这边是左 这边是右 我们对着看着正好是反过来的 那么这三条道呢 中间这条道叫做神道 神道是一般人不能够走的 皇帝都不能够走 他是干什么呢 就是祭祀的时候 就要抬着这些个牛羊牺牲的贡品 牺牲啊 过去祭祀啊 叫宰杀牛羊 这个动物 那么那些个宰杀的动物叫做牺牲 然后抬着这些个牺牲和其他贡品呢 就从中间这个道上走 两边抬着 这个神道 任何人都不能够走的 左边的那条道 我们对着他的右边那条道呢 那条叫做玉道 那个就是皇帝走的 皇帝祭天的时候 还不能走正中间 要走那边那条道 那一条呢 就是叫做王道 那就是王公贵族们啊 朝廷大臣们 就是走那边那条道 所以呢 这三条道 一条神道 一条玉道 一条王道 那么就通向那个奇言殿 说到这个神道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神道不是高出地面好几米吗 它底下就有一个拱洞门 这个呢叫做鬼门关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东西呢 就是刚才说到 祭祀天神的时候 要有牛羊牺牲嘛 要宰杀这个牲口 而这个牛羊牺牲 它原来养殖的时候呢 是养在神道的西边 西边有一组建筑叫做牺牲所 而那个宰杀这个牺牲的 这个宰圣庭呢 又在东边 为什么要是在东边呢 因为呢 东边主身 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观念中间 东边主身 所以呢 宰杀牛羊虽然是要杀掉的 但是呢 还是要有生的象征 所以呢 那个宰杀牛羊制作的这个宰圣庭呢 要在东边 而这个牺牲所在西边 宰圣庭在东边 那么要过去 怎么过呢 第一这个神道 它高出地面 好几米 第二 牛羊牺牲也不能够 在神道上面横过去 所以就在这个底下 就开了一个孔洞门 从底下穿过去 一穿过去到那边 就被宰杀了 所以人们呢 就把这个过道 这个孔呢 就叫做鬼门关 就是过去 北京的老百姓中间传说 说这个天坛里面闹鬼呀 就说的这个地方 而且说的神乎其神 就是说呢 道教的张天师啊 犯了天条 然后就被玉皇大帝 就镇压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这地方是鬼门关 这是传说了 但是它的真正含义呢 是宰杀牛羊牺牲 还有一个方面 我也要跟大家讲一下 在这个天坛的这个神道 这个皇帝祭祀的建筑中间呢 还有两座特别的门 这个也是告诉我们 一个特殊的这个故事 一般的人可能都不知道 就是在这个天坛祭祀建筑的 中轴县的西边 有两座特殊的门 这个也是一个皇帝的故事 一座叫做花甲门 一座叫做古西门 现在这个就是花甲门 所以花甲门是怎么呢 刚才说到那个祭祀的这个礼仪 特别的繁琐 天坛又那么的大是吧 从西边走到中间 从中间再走那么长的路 去祭祀 而且这个中间各种各样的 这个跪拜啊 仪式啊 皇帝如果是中青年的话 那就没问题 说到皇帝老了的时候 他要走这么长的路 举行这样的仪式 就比较困难了 尤其是你像最后那个 到秦年殿祭祀的时候 皇帝要头一天 从灾宫里面 他住在灾宫里面 到那个秦年殿 要亲自走路到秦年殿去 检查这个所有的祭祀用品 再又回到灾宫居住 然后第二天再又重新开始 往秦年殿走 一路的这个祭祀活动 对于一个老年的皇帝来说 这个路途确实是远了 所以后来呢 乾隆皇帝到了六十岁的时候呢 实在有点力不从心了 于是呢 朝廷大臣们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说呢 我们在这个 接近于秦年殿的 那个附近的西边 开一个特别的门 就把皇帝的脸啊 或者是轿子啊 抬到这个旁边 靠近秦年殿了 再从这里下来进门 去祭拜 就静一些 这个时候皇帝六十岁了 所以这个门呢 就叫做花甲门 结果再又过了十年 乾隆皇帝活到七十岁了 那就更加不行了 你就是从花甲门进来 那点路他都走不过了 所以就怎么办呢 朝廷大臣们又想出一个办法了 就在秦年殿的那个院子 的后面的这个西边 开了一个小门 皇帝一直抬到这里 就几乎不要走路了 一进来就直接到殿堂里面 祭拜了 所以这个门呢 就是叫做古西门 七十岁了 人生七十古来西嘛 古代这么说的 乾隆皇帝 他做了这个花甲门 和古西门以后 感觉到自己确实是方便了 但是呢 他又害怕以后的皇帝偷懒 如果就不走那个正式的神道 就朝近路走过来 这个就对天神不公了 于是他就规定了 以后的皇帝过六十的 就可以走花甲门 过了七十的 才可以走这个古西门 所以呢 这个两个门呢 也是皇帝的故事 会说话一样 告诉我们这么一段历史 刚才跟大家讲了 天坛建筑之旗 确实在数千年的历史上 天坛建筑的这个 祭祀的仪式和制度 和他的建筑 都在不断地变化 今天我们看见的天坛呢 是集古代祭天的建筑艺术之大城 所以成为一个宝贵的文化遗产 前面我们讲了 天坛建筑之旗 它是中国古建筑中间 最奇特的 也是最美的这个建筑 那么天坛的建筑有多美呢 下一集我们就专门跟大家讲 天坛建筑之美 谢谢大家